一个十万人的小县城居然出了四千六百多个百万富翁 一百多个千万富翁 二十多个亿万富翁 这个地方叫江西滋西 千万别因为没听过这个地方就急着滑走啊 因为你大概率经常跟他打交道而不自知 先说个冷知识啊 你去的面包店绝大部分都是滋西人开的 估值百亿的豹师傅 创始人豹才胜是滋西人 号称桃苏界鼻祖的詹记桃苏源自滋西 开到哪火到哪的卢西河 创始人黄进不但失出滋西 还曾获得滋西人的支持 除了他们像麦香村麦香园京都亚西亚开口乐 这些网红烘焙品牌几乎都来自滋西 甚至平时你在路边看到的不知名烘焙小店 只要和面包相关 要么创始人要么手艺总有一样来自滋西 这就是面包界沙县小吃滋西的威力 一个十万人的小县城 有近五万人做面包 年产值超过三百亿 北起黑龙江南至海南岛 有烘焙的地方就有滋西老表 他们不仅在全国开出一万六千多家面包店 两三百家烘焙企业 还把面包店开到了越南跟俄罗斯 看到这儿是不是觉得有点东西了 如果我跟你说他原来不仅是江西最穷的县 而且既不产小麦交通条件还很差 是不是不可思议 中国面包之乡不产小麦 十万人的小县城却在全国开了一万六千家面包店 天时地利一样不占的自习人 到底是怎么逆袭的 故事还要从一位退伍军人说起 1984年 自习小伙张协旺应征入伍 被分派到福建漳州做消防队的给养员 一来二去 他发现附近的面包店生意非常好 一问才知道 干得好的话 一个月能挣上万块 那可是猪肉八毛钱一斤 万元户比大熊猫还稀缺的八十年代啊 张协旺那是怦然心动呀 后来退伍的时候 军队办技能培训班 张协旺果断报名学了烘焙 1987年 返乡创业的张协旺跟债友洪涛 出资6500块开了家面包店 结果一炮而红 短短半年时间就净赚了两万多 张协旺做面包 做成万元户的消息 不进而走 十里八乡的都来找他取经 这张协旺也是一点也不藏着掖着 从烘焙技术到店铺选址 设备购买 那是清囊享受啊 据说张协旺一个人就带了三百多个徒弟 他的邻居也是徒弟 钟启文如今成了资西面包公司的总经理 在这样亲戴亲 林戴林的传帮代下 到1990年就有超过3000资西人进入面包行业 到90年代中期 这个数字增加到近两万人 如今近五万资西人在全球做面包生意 资西面包大军的身影随处可见 两个退伍兵带出了个几百亿的大产业 冠云的情区内衣 曹县的汉服 邵东的打火机 许昌的假发 像资西这样献可敌国 横扫世界的中国散装献 几乎个个都是传帮代的高手 看完资西人有多抱团 你就知道 凭啥人家这么赚钱了 除了前面讲的无偿技术传授 在资金拆卸这方面 资西人也非常仗义 据说 张邪旺的笔记本上 密密麻麻的记着老乡们奢欠的设备款 借款等 加起来有两百多万 在资西帮里 钱从来都不是问题 一个电话过去 几十万就是分分钟的事 资西人要是想开面包房 无论在哪个城市 只要走进资西人 开的面包店 对的上方言 证明是老乡 店主都会无条件帮助 安排一 十 住 行 帮忙选址 进货 装修 资金有压力时 也会伸手相助 资西人 资西人去新地方开店考察 当地有面包店了 进去一问 也是资西人 去完就掉头就换地方 重新采点 绝不抢自己人的生意 资西人这种与生俱来的团结和道义 简直就是翻盘的潮汕帮 令人叹为官职 当地政府也非常给力 资西面包刚起步不久 当地政府就推出了面包袋 只要你敢闯 愿意出去开面包店 打个信用证明 填个表 款就批下来了 当年 不少资西人 就是拿着这笔启动资金 把面包生意越做越大 这样的地方 你说它能不付吗 你还知道 哪些有趣的特色经济 来评论区聊聊 没准 下期就会讲讲你的家乡